女孩名叫尹真叔是一名高中生 在学校是五公主帮的大姐大 男主崔赫俊是一位英俊潇洒的检察官 还是有名旺族安东泉市家族的长孙 双方的爷爷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给他们订下了娃娃亲 然而真叔的爷爷和爸爸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只剩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真叔在学校完全是一个小太妹 经常爱打抱不平 还要挑剔同学们的穿撞 但是下一秒就被班主任打了个阵子 尹真叔 班主任想看一下这个有名舞公主帮一姐的书包里都有什么 却不曾想小混混真叔书包里有一本出诗表 殊不知真叔这本出诗表不是真叔的 而是在某一天真叔去舞厅的路上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身穿含服手 拿出诗表和折扇的男人 真叔对这个男人一见钟情 发誓一定要和男人结婚 并经常在遇到男人的路口徘徊 想要再次遇到这个帅气的男人 被小姐妹拖到了舞厅 碰到了例行检查 害怕被抓到的真叔跑到了南侧 其料来人就是全贺俊 不经意间全贺俊发现了真叔悄悄收起的脚 小太妹真叔十分不屑 让面前的全贺俊掏出自己的证件 看着证件 真叔也只能乖乖闭上嘴巴 两人不知道他们马上还会再见面 第二天真叔家的洗衣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就是全贺俊的叔叔来旅行当年的约定 真叔就被母亲拉着去相亲 两人正式见了面 你不想结婚的真叔就想象着 贺俊嫌弃他是泡舞厅的太妹拒绝结婚 而自己则嫌弃全贺俊是遭老头子 坚决不能答应这门婚事 可是不巧全贺俊是有名的孝子 不想让爷爷失望并没有拒绝这门婚事 路上碰到了自己的追求者男哲 忽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于是在全贺俊的单位 真叔和男哲一起出现 但是这种小把戏在大叔的眼里根本就是小儿科 大叔两句话就要把男哲收压 瞬间把男哲吓住了并警告真叔 你真叔婚前给我处理好了 知道吗 然而真叔的心坚决不会动摇 一直在那天偶遇出失表男人的路口徘徊 想要再次遇到他 正好碰到了回家的全贺俊 全贺俊刚想教育这么晚还不回家的真叔 忽然看到了几个黑影 以为是自己负责诸葛邦案子的人来寻仇 就自顾自的上前被人一拳打了回去 可是不要小瞧了我们生气的检察官 起跳三下五除二把这些小洛洛打倒了 警局里全贺俊才知道自己打错了人 人家是来找真叔为男哲出头的 哈哈哈哈 处理完事情的两人一起吃饭 真叔好奇再次询问大叔是不是真的要和自己结婚 大叔这次才和真叔说了实话 自己根本没想过要和他结婚 况且真叔肯定也不愿意和自己这种老头结婚 让真叔无比赞同 因为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完美的男人 是全贺俊比不了的 真叔告诉全贺俊那是个喜欢看诸葛亮出师表的男人 谁知道大叔随口也被出了出师表 真叔又想起大叔家住的地方 让真叔有了怀疑 但是大叔却说自己是为了抓诸葛邦才背的出师表 让真叔瞬间打消了疑虑 可是刚回到家的真叔就被母亲告知 自己要和全贺俊回安东老家 让他直接冲到了大叔家 大叔 把人家看了个精光 害羞的真叔把腿就跑 由于太过紧张摔了一个狗吃屎 把自己的名牌摔掉了 以至于第二天上学的真叔被老师拦住 真叔很纳闷 昨天明明在大叔家时名牌还在 让老师很是疑问是什么大叔 真叔解释是和自己并亲的大叔 让从未谈过恋爱的老师瞬间就要抱走 就向真叔询问电话号码来确认真假 真叔并不知道贺俊的电话号 这么吃憋的时候 贺俊把名牌还给了真叔 并让真叔不用在意周日去安东的事情好好念书 然而一切皆是命中注定 放学后的真叔在路过大叔家时跑了上去 推开门看到了那天在拐角处一件钟情男人穿的衣服 赶快进去房间一碰乱找 看到了那本出师表和扇子 瞬间让真叔明白了 那天在拐角处碰到的男人就是全贺俊 于是回到安东老家的全贺俊 就在爷爷屋里看到了真叔 向哥 欢迎你回来 为了嫁给全贺俊 真叔一改往日小太妹的形象 变得十分淑女 更一直拍爷爷的马屁 但贺俊很是不愤 以至于真叔提出以后经常来看爷爷时 贺俊忍不住出声阻止 你疯了 爷爷对这个好友家的孙女十分满意 直接把贺俊训斥了一顿 害怕爷爷的贺俊有怒不敢言 独处时 贺俊质问当初说好不来 又来的真叔想要怎样 如果这样下去 两人的事会一发不可收拾 他可不想和这个小鬼真的结婚 可真叔却说是大叔要感谢他 如果他不来爷爷可能因此深受打击 就在这时 大伯把贺俊找去和长辈里见面 真叔看着在屋里侃侃而谈的贺俊 瞬间被迷得不行 要嫁给贺俊的决心更坚定了 然而真叔不知道 帅气又多金的检察官 已经被首尔最有名的媒婆惦记上了 真叔得知后 老太婆 你知不知道做错媒会怎么样 原下带威胁让他不要再打全贺俊的主意 又闯到大叔工作的地方 你 我是全贺俊检察官的未婚妻 全贺俊害怕真叔再语出惊人捂住他的嘴巴出去了 责怪真叔这是干什么 却被这个小女孩说要结婚 并偷亲他了一口 盖了章 宣布全贺俊是他的 让单身许久的全贺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随后真叔来到了全贺俊家 以全贺俊未婚妻的身份 把全贺俊的帮佣赶走了 并早早为贺俊做好了饭等他下班 却不想全贺俊警告真叔以后 如果再干这种事 一定告诉他的妈妈 还让真叔好好读书 可是真叔并不想读大学 每天翘课偷偷去全贺俊家为他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这让贺俊很是为难 于是就真的找到了真叔的妈妈 表明了自己并没有和真叔要结婚的意愿 这一切被刚刚回来的真叔看到很是郁闷 导致他在上课的时候也提不起兴趣 下场就是被老师罚扫所 有小姐妹出的主意 让他给安东的顺才爷爷打去了电话 既然说要结出两个人的婚约 以后怎么可能还有机会跟您请安呢 爷爷得知消息后立马赶到真叔家 坚决不同意解除婚约 就要去找贺俊算账 但是真叔害怕有反效果喊住了爷爷 并为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于是爷爷找到贺俊同意解除婚约 但是身为安东全是家族的长孙 为了传宗接待这件大事 贺俊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婚姻大事 要不就要回安东老家继承宗亲府 爷爷更贴心为贺俊找好了媒婆 让全贺俊开始相亲 可是出场的对象一个比一个奇葩 卷发女灿叔 眼镜媚明珍 马脸媚英善 还有一个见前女男婴 让全贺俊对女人有了新的认识 也不同意结婚 就是真叔提出和大叔契约结婚 婚后不干涉彼此的私生活 大叔还是不同意 并求爷爷爷把这门婚事取消 顺利把爷爷气到医院 还免不了被自己的大伯格怪 而与此同时 真叔把自己的小姐妹送到考场 自己并没有参加 回到家只是安慰妈妈 即使自己不上大学 也一定会做一个好人 时间就这样过去 圣诞节这天 贺俊回到家 看到自己桌子上的字条和钥匙 是真叔和他说再见 并为他做了一顿饭 看对碗里的汤 让贺俊改变了主意 便找到了真叔 分寻真叔提出的婚后 不干涉彼此的生活 然后两人结婚 两人很快把结婚提上日程 真叔也拿到了高中毕业证 顺利毕业了 这天大叔大手一挥 给了真叔一张卡 让他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自己要把它介绍 给自己最重要的人 于是拿到钱的真叔 就和自己的小姐妹来到万达 竟然和一个美女 同时看上了一顶帽子 两人为抢这顶帽子 针锋相对 加上小姐妹的帮忙 真叔完胜 以至于真叔戴着这顶帽子 去见大叔时 后悔得要死 原来这位美女 是贺俊的亲姐姐真雅 本就对身为检察官的弟弟 娶没落家族的后代 有意见 又是真叔这种小太妹 真雅坚决不同意弟弟 和真叔结婚 于是就找到爷爷 让爷爷重新考虑这门婚事 爷爷十分喜欢真叔 得怪真雅大婚 坐在眼前 竟说点不吉利的话 不知情的真叔 带着自己的小姐妹 在一起打扫婚房 却被贺俊拉去 参加朋友的订婚宴会 真叔从妈妈的洗衣店 偷来一身衣服 满心欢喜来参加 却听不懂 同桌外国人说的英语 自己只能闪到一边 还未喘口气 又被贺俊大学的学妹围了上来 女人们好奇 大名鼎鼎的 全贺俊检察官的未婚妻 是哪家的名人书女 询问真叔穿的是 哪个牌子的衣服 我不清楚了 因为这是从我妈洗衣店偷来的 原来女家是从事 laundry business是吗 真叔对他们说的一概不知 为了不让大叔丢脸 想起小姐妹说她唱歌好听 真叔就吹牛 自己在意大利主修声乐 刚刚回国 乃曾想女人们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真叔一看情况不好就要开溜 还没有溜掉 就被女人们拉上台 让他为新人唱祝福歌 可是上学都不好好学习的真叔 根本不会唱 正当不知所措时 贺俊上了台主动要替真叔唱歌 为真叔解了威 回去时贺俊责怪真叔为什么说谎 瞬间让真叔很是委屈 这也让真叔明白了自己和大叔之间的差距 留下一封信便离家出走了 无处可去的他跑到了自己父亲的坟前 伤心大哭 却不成想哭错了坟 待找到真正的坟时 大叔已经早早等在那里 告诉真叔自己其实是真心想要和他结婚的 自己有想过和真叔结婚也许还不错 看到大叔这样说 真叔决定抛他一切烦恼和大叔结婚 只要今天可以赶上婚礼 可是大叔的车却发动不着 婚礼都已经快开始了 安东的长辈们也都已经着急的不行 两人还在路边拦截顺风车 12点的钟声已经响起 爷爷也没办法正想取消婚礼 两人乘坐电动车赶了回来 婚礼如期举行 真叔一席新娘的服饰走了出来 差一点滑倒 两人就在这欢快的氛围里把婚礼举行完成了 晚上洞房花烛夜 真叔在房间里坐立不安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叔 可是贺俊进来就要换衣服 因为就在刚刚同事抓到了自己追了许久的诸葛邦头目 便抛下真叔直接回了汉城 独留真叔自己面对自己的大姑姐 大姑姐真雅故意让真叔去做早餐 忽略了真叔什么都不会 只能把熬成锅巴的饭端了上去 让宗庆府的长辈长了眼 鬼点子多的真叔利用自己的爷爷一顿胡扯 这不是一般的锅巴稀饭 而是我爷爷爷在世的时候 最喜欢吃的黑锅巴稀饭 顺才爷爷为了给真叔台阶下假装相信了 勉强过关的真叔 又被大姐安排洗碗 看着地上那一堆堆碗筷 真叔直接跑回了汉城 大叔 两人独处的第一夜也随之而来 害得真叔紧张得不行 待真叔调整好心情洗好澡出来时 大叔已经睡着了 真叔对着睡着的大叔说 自己从今以后每天都会帮他打领带 早上叫他起床 为他做好喝的味噌汤 并表白了自己的大叔 我好爱你 人以为婚后的幸福生活会随之而来 可是大叔每天都忙得不着家 一天又一天 已经马上一个月了 真叔越想越气 给贺俊打去了电话 可是贺俊却撒谎说 今天有紧急状况也不会回去 而是被自己的好同事拉着去酒吧放松 女人因婚后老公不回家心情不好 正在台上疯狂玩耍 下一秒却看到了自己的老公 真叔 大叔 贺俊责怪真叔身为检察官的家属这是干什么 但是真叔比贺俊更火大 说加班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贺俊解释自己是第一次来这里 真叔不相信说大叔厚颜无耻 做了还不敢承认 两人发生了争吵 小姐妹为了帮两人和好 故意把真叔推出去 让他俩去跳舞 然后他们趁机跑掉了 只为了让他们动黄花烛 回到家真叔着急给大叔倒水 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大叔因十分担心一把抓住真叔的手 气氛正浓时 两人的心彼此跳动 正要轻轻时 真叔因太过紧张放了一个屁 害羞的真叔一着急和大叔分了房 第二天和小姐妹说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懊恼的不行 小姐妹在为真叔出主意识 看到了橱窗里有一个男娃娃玩偶十分好看 这种是情侣娃娃 询问真叔有没有女娃娃 真叔说娃娃是大叔的自己不知道 而与此同时 飞机上一个女人手里拿着女娃娃 下了飞机 直奔贺俊工作的地方 和下班要回家的贺俊擦肩而过 女人叫明可迎 是全贺俊大学的学妹 也是她的初恋情人 这次回来想要挽回贺俊 可迎的母亲也十分赞同 但是又担心贺俊知道可迎在外国里过婚 我结过婚的事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最好也把她忘掉 而另一边贺俊十分反常 约真叔去有情调的地方吃晚餐 可是真叔下一秒就看到了大叔 和另外一个女人拉拉扯扯 让真叔误会了大叔 于是在吃饭的时候 真叔忍不住质问大叔刚才的女人是谁 不问还好 疑问误会更深了 即使贺俊解释自己是帮被高丽代逼的 走投无路的可怜女子 真叔也听不进去 跑回了家 可是贺俊一直就是死不承认也不认破 看着是这样态度的贺俊 真叔放话自己也豁出去了 自己也要和男人约会 也要去喝酒 真叔一向说到做到 果真和自己的小姐妹参加了集体相亲 并和男人一起看了电影 可是男人却对他动手动脚 让真叔十分生气 哎 不想活了 真叔本就火大 男人还责怪真叔小气 只是搂一下肩膀而已干嘛那么激动 让真叔忍不住动了手 并让他付出了代价 真叔一记铁头弓和连环回旋梯 顺利把男人打趴下了 但是自己的手机却掉了 正好被男人捡到 接到了贺俊的电话 尹真叔他不在啊 哎你什么人 你为什么接真叔的电话 本就火大的真叔回家又被大妈拦住 不让他平常乱扔纸屑 真叔不愿意和大妈打了起来 好在可颖拿着地址找来 听到大妈们议论被打的女人 有一个检察官老公 就上前帮了真叔 因为他在学长宗灿那里 得知了贺俊已经结婚 好奇贺俊娶了什么样的女人 询问到地址就找了来 正好碰到真叔被打 故意上前帮了真叔 谎称自己是来这里找朋友的 真叔十分喜欢这个帮自己的姐姐 允许他在自己家随意参观 当看到橱柜里的男娃娃时 可因欣喜不已 更不把真叔放在眼里 而就在这时 贺俊十分生气回到家 质问身为已婚妇女的真叔 竟然还去参加相亲 表示自己对他很失望 这样结婚以来委屈的真叔爆发了 说贺俊很是过分 同样身为已婚的人 大叔又做对了什么 从来都没有关心过自己 就连最平常的结婚戒指也不给 随后哭着回了娘家 妈妈得知原因后 直接把真叔赶了出去 而贺俊想着真叔说的话 带着他来到了星像馆观看星星 并向真叔道歉 保证自己以后 一定做一个婚后的好男人 还送上了自己买的结婚戒指 两人还约定新婚之夜 要等到彼此爱上彼此那天 第二天 贺俊想要请真叔的小姐妹吃饭 刚想要走的时候 被同事告知前几天抓的 诸葛邦头目要被放出去了 让他忘记了和真叔的约定 赶了过去 没有主任检察官的释放通知书 你怎么会被放出来呢 这是上午金勇寿主任检察官 所送来的释放通知书 抱歉现在才问候你 我是博先生的辩护律师 明可银 原来是你 贺俊英不想和可银见面 把自己的工作 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同事宗泰 并告诉门口的同事 只要有人找他 彤彤告诉他们不在 让可银吃了闭门羹 然而可银不知道 昨天因为他的出现 贺俊忘记了和真叔的约定 让真叔十分生气 忘记自己就算了 竟然连和自己小姐妹的约定 也忘记了 可是牛脸影响贺俊 应该不是那种失约的人 就想原谅他 可是到了半夜 他也没有回来 忽让外面传来一阵高歌 是全贺俊喝多了在唱歌 惹得邻居只骂娘 没办法让真叔捂住了 大叔的嘴巴带回家 可是贺俊以为真叔是自己的爷爷 第二天真叔关心询问贺俊出了什么事 让贺俊感觉十分不耐烦 告诉真叔适可而止 让真叔十分委屈 在家痛哭 就在这时 在贺俊那吃病门羹的可宁上了门 想要从真叔这里打听点贺俊的事 又送给真叔两张舞台剧的票 谎称自己没有时间过去看 转脸就找到贺俊的姐姐 请她帮忙拖住真叔 于是真叔就对自己的大姑姐 以学查的名义找了过去 不给真叔任何可以联系贺俊的机会 而贺俊刚刚进到电影任 在后面一直看着的可宁也坐到了贺俊旁边 好在贺俊没有任何犹豫地直接走掉 让可宁忍不住质问 为什么一直躲自己 连工作都交给宗灿学长 是因为我太太 要是被她知道 她会不高兴 贺俊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男人 另一边聪明的真叔 以肚子疼溜了出来 正好和走掉的贺俊擦肩而过 好在生气的大姐给贺俊打电话告状 说真叔像匹屁股着火的野马跑出去了 说要和贺俊看舞台剧 让贺俊知道真叔去找了自己 便马不停蹄地找了回去 看到了蹲在路边瑟瑟发抖的真叔 无意中让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也顺利和好了 第二天真叔找到了可宁 感谢他给了舞台剧的票 可是可宁再次出了坏主意 带着真叔来到了百货楼 窜托真叔为贺俊买了一套特别贵的西装 让真叔把贺俊的信用卡刷爆了 刚回到家的真叔就被贺俊打了个阵阵 带着他要把衣服退掉 可是在服务员点数的时候发现少了一条领带 为了给大叔买领带采用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法 贺俊拿坐在地上哭的真叔没办法 只能把那条领带给买了回来 回到家真叔解释自己不是因为衣服贵才买的 是很想给大叔穿才买的 贺俊听闻安慰真叔当自己已经穿过 并谢谢真叔可宁每一次的挑拨离间 都在无意中让两人的感情更进一步 第二天可宁假装和真叔道歉 派自己的员工为真叔送去领带 而这位员工竟然是男哲 原来男哲在父亲的介绍下 来到了可宁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男哲在回去复命的时候 让可宁发现了男哲和真叔认识 男哲告诉可宁 自己不但认识真叔就联合他结婚的全贺俊检察官也很熟悉 事情发展成这样 可宁不能再装作不知道真叔的老公是贺俊 于是在真叔的引荐下 贺俊和可宁见了面 为了照顾真叔的情绪 贺俊在吃饭时一直都没有说话 直到要结束时 贺俊让真叔去拿账单只走了他 随后就质问可宁 可是可宁却说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还委屈巴巴说如果贺俊这么想 那就是贺俊看错了人 更甚至和真叔说以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 让一根筋的真叔替可宁说话 更无视贺俊不要让他再见可宁的话 坚持要和可宁联系 说得出就做得到的真叔 第二天就找到可宁向他道歉 可宁安慰真叔让他不要放心上 确实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彼此应该小心 听到可宁这么说 真叔决定和贺俊和好 答应贺俊在办案期间不再见可宁 并询论贺俊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味道的味噌汤 因为他除了会做味噌汤什么也不会 刚回到家的真叔就被人喊着要送给他一箱苹果 真叔并无疑心收了下来 可是待晚上和贺俊看新闻时 上面是收受贿赂的 让贺俊忍不住叮嘱真叔 绝对不可以和不认识的拿钱和东西 真叔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贺俊说和不认识的人一片口香糖也不能拿 才让真叔反应过来 加上贺俊说今天有人举报自己收受贿赂 让真叔赶快跑去翻看苹果香 果不其然里面一打打现金 吓得他苹果也没有拿 就在贺俊要自己去拿苹果的时候 真叔害怕被贺俊发现 伸腿绊了他一脚 让两人不小心亲了亲 就是这一亲 把真叔亲晕了 晚上真叔做梦梦到贺俊被警察带走 吓得真叔在睡梦中惊醒 让他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拿不定主意的真叔找到可宁 可宁让真叔找贺俊坦白说出来 其实真叔不知道 可宁刚刚已经找到崔其正 让他们不要动权贺俊 否则他们的老大嫖斗制的罪名 会多两条行贿和诬告 让崔其正听自己的 只要羞辱全贺俊的太太就好 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至少要让我们这边得到好处 就在刚刚真叔听从可宁的话 背着一箱子苹果来到贺俊的单位附近请罪 可是真叔不知道 自己的一箱苹果在南辙搬上车的时候 被可宁安排的人掉了包 诺帝就是想要真叔出丑 可是误打误撞 贺俊的上司对贺俊这个小娇妻 另眼相看 感觉贺俊这个小娇妻的个性十分好 得知箱子里没钱的真叔 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自己明明看到有钱啊 难道看到钱纳木也是做梦 直到回家真叔向贺俊认错 自己不该收人家的苹果 让贺俊继续责怪真叔 昨天明明问过他 就算一点小东西哪没有拿过人家的 真叔解释昨天自己看到钱后 太过紧张了不知道要怎么办 什么 钱 可是真叔分不清看到钱纳木是做梦还是现实 于是询问大叔 昨天两人亲亲了没有 贺俊因害羞没有承认 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看到是这样的情况 贺俊罚了真叔去写悔过书 而真叔也十分听话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边哭边写 以至于第二天的时候自己的眼睛肿得不成样子 只能戴着墨镜 看着眼睛肿肿的真叔 贺俊安慰着真叔让真叔越发的委屈 眼泪啪啪的掉 让贺俊十分心疼 真叔很好奇送苹果的是谁 并和贺俊保证自己一定会把他的名誉找回来 更像贺俊说了昨天拿着苹果去找他 都是可颜让他尽快把事情告诉大叔的 这让贺俊对可颜有了改观 主动和可颜说话 并感谢他帮助真叔 转脸可赢就把真叔说苹果的事情告诉了善雅 后帝心切的善雅决定不会这么放过他的 这天爷爷要把真叔介绍给家族的宗亲 真叔母亲忍不住叮嘱真叔今天很重要 让真叔好好表现 不要让贺俊和爷爷没有面子 而前一秒答应的好好的 下一秒在公交站牌 真叔看到了送给自己苹果的男人 把宴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就想要逮到那个家伙 恢复自己大叔的名义 抓住人不松手 男人害怕被逮住 就把真叔推到了 真叔就一直追 一直追 追到了一间酒吧 也没有追上 还让人给赶了出去 再想起自己还要参加宗亲会赶了过去 长辈们十分生气都已经走完了 爷爷质问真叔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真叔本想解释 想到贺俊和自己说的 不要再做让他担心的事情 就撒谎说是自己忘记了 加上善雅又说真叔收受了贿赂 让爷爷对真叔感到十分失望 本以为真叔只是年纪小并无不妥 可是现在看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单诚了 十分生气就走了 贺俊想找爷爷解释 但是回到房间却发现真叔不见了 回到家也没有见到真叔 就给真叔的小姐妹打句电话才得知了 真叔今天是为了帮自己去抓送苹果的人才知道的 才知道自己误会了真叔 可是到处都找不到真叔 让贺俊十分担心 看到自己手里的戒指 你这说 贺俊忍不住吻了哭泣的真叔 让真叔不敢相信 直接晕了过去 原来刚刚贺俊在星象馆找到了真叔 质问他为什么不回家 而真叔只是一个劲的哭着道歉 看着面前哭得稀里哗啦的真叔 贺俊十分心疼忍不住吻了真叔 在医院醒来的真叔得知和贺俊接吻不是一场梦 十分高兴 可是第二天真叔在和小姐妹炫耀的时候 小姐妹提醒他 男人即使不爱对方也会亲亲的 让真叔很疑惑男人是不是不爱对方也会亲亲 就找到了可银 询问可银男人是不是不爱对方也会接吻 聪明的可银知道真叔说的是他和贺俊 告诉真叔不要因为接吻 就以为获得了爱的承诺 两个人很接吻不是吗 看到两人动作这么快 可银找到了贺俊的姐姐 说要对贺俊死心 更话外有话说 现在真叔和贺俊关系十分好 为了让可银和贺俊独处 善雅就要带可银离开汉城 回安东老家 给可银制造机会 于是善雅就用过几天就是记住 要把真叔提前带回去 贺俊宁担心自己的小娇妻吃不消 不同意把真叔带回去 可是善雅故意在电话这头说听不到 然后自说自话说贺俊同意真叔回安东 就这样把真叔带了回去 晚上贺俊家可银装模作样说来看真叔 又假借要去洗手 故意绊倒到贺俊怀里 更甚至用花洒把自己的衣服弄湿 出现在贺俊面前要借件衣服穿 还要用吹风机把自己的衣服吹干 送走可银贺俊一人在沙发无聊看电视 却因十分担心真叔看不下去 忍不住提前回了安东 而真叔正被大姐安排他明天记组用的东西 根本擦不完让真叔很委屈 有了贺俊的帮助两人一起擦明天记组用的东西 十分开心 第二天记组准时开始 长辈们看着真叔想要考考这个上次失约的宗妇 问他女人必须要具备的四种美德 可是真叔哪里知道 为了不让贺俊和爷丢脸 真叔主动要求被诸葛亮的初始表 还好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这一关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 随后贺俊带着真叔一起跪拜了自己的父母 就这样两人一起回了家 开始了快节奏的上班方式 带贺俊上班走后 真叔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把橱窗里的男娃娃给弄到了地上 在剪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纸条 看过的真叔不可置信地蹲在了地上 女孩发现了和自己做朋友的姐姐 是自己老公的初恋情人 但是她不想把人往坏住下 不想可赢是不是有计划地故意接近自己的 所以决定以后和可赢不要再见面了 还好有贺俊早早都下了班 不知情的贺俊拿出自己特地为真叔买的烤地瓜 快点趁热的时候吃 这可是放在老公怀抱里被保温过的烤地瓜哦 看着这样的大叔 真叔感动得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贺俊不了解真叔是怎么了 和宗灿说起的时候 宗灿说这是嘱咐忧郁症 让贺俊自己想想看 真叔正是花样年华 和他同样大的都还在读大学 让贺俊好好想想看 真叔到底喜欢什么 好好关心他 于是贺俊就找到了真叔的小姐妹 打听真叔到底喜欢什么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真叔最喜欢的是初世表青年 可是大叔不知道初世表青年是自己 很好奇问他们是谁 小姐妹恩珠觉得这种事情应该真叔自己对大叔说 阻止了其他小姐妹要说出的真相 回到家为了让真叔缓解压力 就让真叔提要求 不管是任何事情自己都会答应他 于是真叔就让大叔穿了韩服来到公园 贺俊还被拽走当了临时演员 之后的日子 贺俊都带着真叔一起去参加大学的校友会 和他一起参加活动 可是就在真叔独自一人的时候 就有男同学以为真叔是自己学校的学生 向真叔索要电话号码 真叔见状把自己的戒指亮了出来 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结婚了 这一幕正好被贺俊看到了 就在这时贺俊接到了可云的电话 说要还给贺俊他的短袖 把他叫到了有两人回忆的地方 想要挽回已经结婚的贺俊 贺俊听到扭头就走 被可云抱住 好在有宗灿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宗灿得知真叔在找贺俊 就帮忙找了过来 看此情景直接让贺俊快点出来吧 然而可云还在坚持不屑说 其实自己对贺俊没有一点要求 只是想对他说自己喜欢他 要不自己快要窒息了 却不成想现在不是五年前了 被拒绝的可云也不再伪装 在下楼梯的时候遇到了真叔 直接说出了当初自己是故意接近他的 直到现在自己也很喜欢贺俊 即使他已经结婚了 自己也不怕因为自己是他的初恋情人 而且他知道贺俊当初和真叔结婚 也不是因为爱真叔 更甚至把自己前几天 借穿贺俊的衣服给了真叔 真叔看着是大叔的衣服 虽然真叔心里有疑问 也没有问贺俊 只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告诉贺俊这个衣服是可云姐要还给他的 待贺俊领真叔去当年上学时 自己最喜欢的店吃饭时 贺俊让真叔多吃一点肉 快快长大 这样子自己才不会被人说是小偷 就是这个把自己当成小孩的举动惹到了真叔 真叔本就因可云是他的初恋情人正心里交瘁 也只能一人偷偷哭泣 忍不住的真叔正想询问贺俊 是不是对可云还有感觉 贺俊的电话却想了是临时行动 是他们接到了密宝 诸葛邦今天有交易 为了一举歼灭他们 贺俊带头和他们进行开火战斗 顺利把他们逮捕了 真叔在家看着行动中的新闻 努力找着贺俊 没有找到 十分担心他 就在门外一直等一直等 贺俊好似有感应一样 处理好工作赶快回去了 却看到在门口一直等的真叔 大叔 第二天真叔从妈妈口中知道了今天是贺俊的生日 便早早给贺俊买好了生日礼物 而贺俊却被公餐告知 已经掌握到密报者的身份了是可云 还未吃惊完就接到了男友的电话 待贺俊赶过去时 可云的律师所被打杂的不成样子 人也直接晕倒了 即使要急救时 可云也一直拉着贺俊的手 看似情况 贺俊只能给真叔打去电话告诉他 今天自己不能回家了 但是贺俊也没有忘记 自己已经结婚了 现在什么都不能给可云做 直到醒来的可云说 这是自己送给贺俊的生日礼物 在回去的时候贺俊不知道 真叔在后面看到了 原来真叔从男者口中知道 可云是密报诸葛邦的人 并且还受了伤 让真叔想起了昨天曾询问过贺俊 可云姐是不是会继续为诸葛邦辩护 可是贺俊却是支支吾吾的 让真叔搞不懂贺俊为什么会瞒着自己 但是转脸你想要相信自己的大叔 于是便和大叔约定 彼此之间可以有秘密 但是不能追问彼此 让贺俊忍不住怀疑真叔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第二天时真叔爷爷的忌日 贺俊爷爷早早来到汉城 但是离祭拜还有一段时间 真叔就带着爷爷到处逛 坐爷爷从未过过的地铁 并想带爷爷去茶馆 可是爷爷看出真叔不太高兴 带着真叔来到了年轻人都喜欢的TTV 让真叔放松心情 很快到了祭拜的时间 贺俊就要下班赶过去 却接到了可云的电话 待贺俊找到他时 他正一人喝着闷酒 因为他想和贺俊单独的谈谈 所以才从医院逃走 贺俊担心可云被诸葛帮逃走的人报复 想要把他送回汉城 可是可云不愿意 责怪贺俊对自己太过冷酷 看着固执的可云 贺俊没有办法只能等到同事来到后 自己再离开 就这样贺俊没有参加真叔爷爷的忌日 真叔给贺俊打去了电话 可云开了贺俊衣服里的手机 再一看是真叔打来的 故意接通后说自己现在和贺俊在一起 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要和保护他的同事回汉城 并把自己接了真叔 打给他的电话和贺俊说了 甚至又告诉了贺俊 真叔早都知道自己是贺俊初恋情人的事情 让贺俊知道了原来真叔的反常是因为这样 便马不停蹄地跑回家 忍不住谢谢这个傻女孩 更甚至星期六不上班 在家里陪真叔 两人一起去了游乐场 玩到了天黑 回家时真叔想起在贺俊生日时 给他买的望远镜的礼物 跑回家给他拿了出来 两人一起看星星 看着看着贺俊的面前 忽然出现了美丽的真叔 这一发现让贺俊不可思议打了自己一耳光 啊 大叔你怎么了 自己对自己的小娇妻有了心动的感觉 就连上班开会的时候 也能看到自己的小娇妻 让贺俊明白了 自己爱上了真叔 就想向他表白 提早下班为他准备了烛光晚餐 想要和他变成真正的夫妻 可是真叔回来气呼呼的 原来是回来之前真叔碰到了可云 失败的可云警告真叔不要高兴得太早 还说不要以为调到一个好男人就可以过好日子 让真叔气得不轻 本想向前和可云理论 又绊倒了 气呼呼的真叔回到家 根本没有注意到贺俊准备的烛光晚餐 自顾自发的脾气 贺俊想要和真叔套近乎 说忽然想起和真叔相识的那一刻 让真叔忍不住询问贺俊以前穿着长袍遇到的人 有没有让他印象深刻的 让贺俊想起了自己还真的有 在回家的路上 我跟一个女孩撞个正着 她简直就是怪胎 你希望她是怪胎 这让本就火大的真叔更火大 贺俊忍不住询问真叔怎么这么喜欢长袍啊 是不是在说他的初恋情人初识表青年 看到大叔这么不上当 把真叔快要气炸了 大师这辈子都不要告诉大叔 他就是那个初识表青年 直到第二天 真叔在打扫卫生时 看到垃圾桶的鲜花和蜡烛 才反应过来 大叔为了自己才准备的晚餐 于是后脸皮跑到了贺俊的工作室 可是贺俊正在气头上 气真叔喜欢初识表青年 于是死不承认 自己准备了葡萄酒和蜡烛 谎称是为了给自己庆生的 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回去时 大姐把真叔找去自己的茶室 拿给他宗亲们 为他们传宗接待准备的补药 这时可莹正好找来 可莹看到了真叔瞬间变脸 我先告辞 说完的可莹还在外面等着真叔 向真叔打小报告 说善雅曾经拜托自己牢牢抓住贺俊 因为十分讨厌真叔 可莹这种打小报告的行为 让真叔瞬间火大 忍不住给可莹忠告 请你像大人一样 成熟一点 这样难道不行吗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两枚鱼吵架 可莹没有吵过真叔 打了真叔一巴掌 就想走被真叔拉住 让他一定要让可莹给自己道歉 就这样两人撕打了起来 保护可莹的警察一看 决定让可莹受点教训才行 穿花裤子的女生可能会赢啊 于是两人决定喝一杯咖啡再回来 可是警察刚走就来了几个人 要把可莹抓走 真叔一看是诸葛邦的人 他可不是说说的 直接给他们来一脚 让可莹先跑去找警察 自己则抱住人家的大腿 然而诸葛邦的人以为这个一直在喊可莹姐的真叔是他的妹妹 就把真叔带走了 姐姐救我 贺俊接到消息 不顾一切就要去找真叔 被宗灿拉住 让他冷静一下 现在还不知道真叔被关到哪里了 而另一边诸葛邦发现自己的手下绑错人 竟然绑成了全贺俊的太太 于是豁出去的他给全贺俊打去电话 用真叔换自己离开 否则不敢保证他的太太出什么事 也就是这个电话 让贺俊找到了真叔的位置 没有等到同事行动 就自己一人跑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真叔看着没有人盯自己 就自己偷偷跑了 一直跑一直跑 就快要被抓住时 贺俊也照着地址赶来 贺俊给真叔松了绑 让他等一下自己打倒一人时 就趁机跑掉 面对可能是生死离别 大叔也不再隐藏自己的内心 和真叔表了白 我真的好爱你 然后奋力和他们开始了战斗 真叔则奋力向前跑去 想要找人救贺俊 好在这时过来一辆公交车 车上全是摔跤选手 真叔不顾一切拦下了他们 求他们救自己的大叔 待真叔带着他们赶到时 全贺俊已经被他们打趴下了 好在有这些选手的帮忙 一下午除二把诸葛帮打得七零八散 松灿也带着手下赶来了 顺利把他们抓到了 然而唯独有了一个漏网之鱼 为了报复全贺俊 豁了出去 开着车向贺俊真叔断了上去 医院里 惊醒的真叔到处找贺俊 贺俊看到了就想要下下真叔 让真叔当了真以为贺俊 真的死翘翘了 我从一开始唯一爱过的人也只有你而已 贺俊也忍不住出了声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看着没事下自己的贺俊 真叔十分生气 让贺俊不要再说话 很是委屈 看着委屈的真叔 贺俊向真叔道歉 自己没有早早认出他 原来自己是真叔心里喜欢的那个穿肠袍手 拿出试表的男人 也就是说自己是真叔的初恋 小两口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心 明白自己爱真叔后 贺俊就十分维护他 就在大姐再一次说 贺俊完全是因为真叔才变成这样 和爷爷打小报告时 贺俊旁敲侧击说自从自己结婚后 姐姐十分关心自己的婚后生活 而耽误了大姐谈对象 顺利让爷爷把目标放到善雅身上 说要善雅和宗散相亲 而经过此事 贺俊也完全放下 并再次对真叔发起忠告 让他把头上的刘拿掉 晚上刚到门口 贺俊就提议要去真叔房间睡 真叔也同意了 让贺俊记得带枕头 谁知刚跑到门口 一个不速之客早早等在那里 是大姐为了报复贺俊 在爷爷面前说自己结婚的事情 故意夹在他俩中间当超级灯泡 只要两人有一点点肢体接触 大姐就会出现在两人面前 打断两人 并监督两人分房睡 让贺俊的日子苦不堪言 好在贺俊有一个好同事宗散 宗散得知贺俊的处境后 主动要求帮他解决善雅姐 于是宗散和贺俊来到他家 把难缠的善雅带走了 贺俊和真叔也开启了两人 互通心意后的第一次运会 真叔按自己的喜好 为大叔打扮了一番 两人来到公园 但是着急的贺俊 把真叔带到了酒店 而真叔为了缓解紧张 大口喝着红酒 以至于大叔洗澡出来后 真叔出现了幻觉 把大叔看成了一个会吃人的老虎 吓得自己到处乱跑 这件事情让贺俊感觉自己对不起真叔 应该让年纪小的真叔停留在孩子阶段 不应该让他那么早变成大人 于是下班回到家 拿着礼物向真叔道歉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等他 贺俊的举动让真叔明白 只要彼此相爱彼此守护 都会变成一个大人 于是就主动拿起贺俊的枕头 就这样成为大人 昨天贺俊和真叔成功洞访花竹 并给了真叔一个上班之吻 自己高兴的看什么都是粉色的 在超市买菜的真叔也是一样 看什么也是粉色的 粉色的菠萝粉色的香蕉 就连曾经和自己打架的大婶 真叔也主动说话要去参加妇女会 因十分想念真叔 在开会的贺俊忍不住撬会 给真叔打去电话 看着弟弟和真叔关系十分好 善雅想要找到可银让他对贺俊死心 却在等他的时候 听到了他同学说他在美国结过婚 而此时的可银正在见真叔 还给真叔那天被绑架后丢下的补药 谁知道善雅却一副气势汹汹的找了过来 要和可银算账 明明在美国结过婚 还要追着自己的弟弟不放 可是可银现在已经没有在乎的了 就和善雅撕拖了脸 惹得善雅想要动手 看着完全不帮自己的弟媳 善雅想要去找贺俊告状 却在贺俊那里看到了他帮宗亲们 送的传宗接代的药 原来是真叔不想吃补药 就谎称是很好的东西让贺俊吃 于是下一秒 所有宗亲都知道了真叔 没有吃他们送给他的补药 十分生气 爷爷让真叔马上回了安东 召开了宗妇集会 想要真叔表现的好一点 让宗亲们对他刮目相看 真叔也十分努力 按照大姐的要求努力学习 可是却不尽人意 还差点把自家的厨房点了 没办法为了自家的面子 善雅让真叔记下菜的全部不种 假装所有菜都是真叔做的 来应对明天的宗妇集会 真叔本不想说谎骗人 无奈明天之前自己又不会 没办法只能照大姐说的方法做 第二天宗妇集会准时到来 一开始真叔还对答得比较好 可是就在小宗妇说 醋酱的颜色太深了 要加点什么东西 不知道加什么东西的真叔说加了水 以下录了线 爷爷知道后十分生气 大姐对真叔也十分失望 而没有做好的真叔也十分懊恼 正在偷偷哭 贺俊也一直担心真叔给他打去了电话 听到那头一直在哭的真叔 贺俊快马加鞭的赶了过去 一起陪真叔向长辈们道歉 可是长辈们并不打算放了真叔 要教他理法做饭 就在这时真叔伺候长辈们吃饭时 忽然一阵恶心 让长辈们误会了真叔是怀了孕 真叔也幻想着和大叔一家三口的日子 可是只有贺俊知道 他们度过了初夜才几天而已 即使真叔怀了孕 也不可能反应那么早 然而真叔不知道 以为自己真的怀了孕 并决定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妈妈的 真叔也因为怀孕被放回了贺俊的身边 让他好好养胎 回到家的真叔 为了宝宝健康成长 决定要忌口 把冰箱里不健康的东西全都扔掉了 为了让孩子长得帅气 真叔决定每天看漂亮的人 就把房间贴得全是明星 更甚至听起了胎叫 看着每天都期待做妈妈的真叔 贺俊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告诉真叔 他没有怀孕十分懊恼 可是贺俊有一个好军师 宗灿给贺俊出主意 让他赶快去制造不就好了 贺俊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埋怨宗灿每次都出搜主意 然而刚走了两步 贺俊就反应了过来 秀秀的还不错嘛 于是贺俊回家 就开始对真叔动手动脚 被真叔推了过去 在真叔要自己睡觉时 贺俊后脸皮趴了上去 被真叔推开换了一个位置 贺俊再次贴上去 真叔再换位置 直到最后 真叔忍无可忍把贺俊赶出了房门 并警告贺俊以后都要分房睡 没办法大叔决定告诉真叔实情 带着真叔去看了医生 医生在诊断后 告知真叔是压力性未尝炎 让真叔这段时间好好休息 听到医生这样说 一直以为自己怀孕的真叔十分伤心 哭晕倒贺俊的怀里 可是下一秒医生就告知他们 真叔是怀孕了 两人十分兴奋通知了自己身边的认识的人 这天爷爷让善雅给真叔送柿子 善雅故意把东西拿到了贺俊的办公室 想要再次见自己想要见的那个人 可是宗灿正在因为案子和可莹说话 善雅姐 可莹从善雅那里得知真叔怀了孕 特意给他送来了礼物 可是在女强人可莹眼里 以为真叔整天在家里是贺俊的关系 得知真叔是自己想要在家 可莹很吃惊 感觉不可思议 询问真叔就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和梦想吗 让在家待产的真叔陷入了沉思 吃饭时 真叔得知大叔从小的梦想就是当的警官 让没有其他梦想的真叔很不开心 看着兴致不高的真叔 贺俊和真叔开玩笑 说真叔是欧巴桑 这下本就郁闷的真叔瞬间暴走 很是伤心 直到晚上才回家 让贺俊十分担心 为了让不开心的真叔高兴 贺俊特地带着真叔已渡蜜月的名义来到海边 两人无忧无虑在海边疯狂玩耍 而另一边的可莹来到了检察厅 看到了善雅和宗灿正在拉拉扯扯 看出善雅对宗灿有意思 感觉自己绝不能视而不见 故意上前和宗灿打招呼 而善雅为了气可莹说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去度了蜜月 下意识可莹很是吃惊 随后才反应过来 既然幸福那我就放心了 为了回报善雅故意气自己 可莹拉着宗灿说要有重要的事情 两人开始抢宗灿大战 回去后贺俊陪着真叔一起找工作 真叔想要去做卖场解说员 但是只要贺俊想到真叔身穿短裙 直接否定了 理由就是裙子太短 调酒保不行 保镖也不行 只要真叔想到的都被贺俊一一否定了 让真叔怀疑贺俊是不是真的要帮自己 十分懊恼决定不再依靠贺俊 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但是一无是处的自己到底会什么呢 贺俊也一样苦恼 他其实有一点点不想让真叔出去工作 让真叔为自己而活 但是现在不会了 以后不管真叔想做什么事情 自己都举双手赞同 宗灿更为贺俊出了一个和好的注意 就是去看歌舞剧 贺俊不明白宗灿跟来干什么 哎来了 哎 你还找了我姐啊 我一个人会尴尬嘛 在看歌舞剧的时候 真叔恍惚看到了台上的自己 让他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当歌舞剧演员 可是真叔妈妈不赞同 并不管想要做舞台装的真叔 于是真叔只能一人回家努力做舞台装 连夜做好了 岂不知刚进门真叔就发现自己格格不入 另类不已 终于到了真叔 面试官询问真叔为什么想当歌舞剧演员 真叔却说自己感觉可以做好他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自己肯定被刷下了 回到家又被爷爷和宗亲们逮了个正着 爷爷对真叔很是失望 让你做我们家的宗府度过一生难道是我太贪心了 真叔把爷爷气走后 贺俊安慰真叔不要把长辈的话放心上 可是真叔已经放弃做歌舞剧演员了 因为发现自己并不热爱他 只是想着可以做好 大叔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整 有的人到60岁才找到自己的梦想 大叔的话让真叔赫然开了 然而此时贺俊的同事 宗灿正和他的姐姐在一起 宗灿还很调皮的亲了善雅 他们两个在交往对不对 听到信的可音找到真叔 想要确认善雅是不是和宗灿学长在一起 因为他感觉善雅配不上自己的学长 善雅姐真是有够惹人厌的 看着满脸笑容的真叔 可音为真叔加油 真叔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他的梦想 刚和真叔道别没走两步 可音就想到了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亲手要拆开善雅和宗灿学长 哈哈哈哈 真叔刚知道大姐和宗灿在一起 宗灿就要请贺俊和真叔吃饭 告诉贺俊自己要和他的姐姐结婚 让贺俊差点噎死 反应十分激烈 然而此时在安东的爷爷忽然晕倒了 接到信的贺俊和真叔连夜赶了回去 贺俊想要带着爷爷去汉城的大宴检查 被爷爷拒绝了 贺俊在大伯口中知道了 爷爷最近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才没有告诉他们 这次的突然病倒 贺俊没有办法再回避回安东这件事 就要召开宗亲大会 让贺俊做好心理准备 爷爷请真叔帮自己做一套寒服 真叔很开心地答应了 就在这时 门外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宗灿来向爷爷请安 让爷爷把善雅送给他 贺俊从安东回来之后 一直心事重重 询问真叔对他们回安东有什么看法 可是乐观的真叔 知道宗孙和宗父必须守护宗家 如果需要自己回去那就回去 然而此时的贺俊一定有辞去工作的想法 他想接替爷爷继承宗家 但是他不放心真叔 自己想做的事情已经做过了 而真叔还不知道自己想做的是情是什么 于是贺俊就想给真叔送去念大学 就给真叔报了补习班 自己供他读大学 然而真叔不愿意 他希望陪在大叔的身边 因为自己是他的太太 也不希望贺俊对自己有愧疚 希望贺俊也可以依赖自己 因为他们是夫妻 宗亲大会如实举行 而爷爷已经失去意识了 贺俊也在宗亲会上宣布了自己要回安东继承宗家 就这样贺俊和真叔每天守护在爷爷身边 直到这天爷爷醒来了 告诉贺俊忙自己的去吧 目前宗家还是有自己守护 贺俊对爷爷说 已经做好了继承宗家的准备 但是爷爷却说自己所希望的并不是这样的 是希望贺俊知道守护宗家 不是守护房子 而是守护宗家的精神 把贺俊赶了回去 可是贺俊还是要辞职 让宗餐帮自己把辞职报告递上去 因为现在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好好陪在爷爷身边 然而到了晚上 真叔就被惊醒感觉不太对劲 大叔 我们这就回安东去 现在马上回去 两人就往安东回 刚跑回家 就看到了坐在外面的爷爷 爷爷还是倒了下去 贺俊在痛苦中为爷爷办了葬以后 大伯说宗家以后留自己守护 让贺俊冷静后想清楚要怎么做 宗灿把贺俊的辞职信还了回去 贺俊看着手里的辞职信 便带着真叔回到了汉城 决定再带着真心回到这里 回到家 真叔在收件箱里看到了爷爷寄给他们的信 让他们保有真心坚守真心 两年后 类似像当年的真叔在打劫学生 就在这时 真叔背着娃娃出来了 向他们报了名号 自己是当年的五公主尹真叔 可是学生们并没有听说过 就想要和真叔动手 好在真叔老公也背着娃娃出来了 身为检察官的他 两句就把学生们唬住了 就在这时真叔想起了 他们要去度蜜月的飞机快晚点了 于是两个人 一人背着一个娃娃向机场跑去 虽然真叔先提出的结婚 但是是贺俊先说的我爱你 两人深爱着彼此 带着充满一颗期待的心 共同迎向未来 这部剧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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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